小朋友们提着水桶 人流在海边装水 装完了就直接跳进海里洗澡 另一头还有妈妈在洗衣服 海边变成晒一场 在以色列断水断电下 加萨民众没有干净的水可用 口渴了只能喝被污染的水 不只缺水 粮食 燃料 药物 什么都缺大批逃到加萨南部的汉油 尼斯民众被迫挤在帐篷里 偶尔才能好好吃一餐 燃料短缺成为目前最大问题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 与23家面包店合作 供应粮食给当地的避难中心 目前只剩下一间有燃料 可以运作每天大排长龙 这位来自驾擦室的医生还买了脚踏车 每天通勤为病人看诊 因为道路被轰炸 他有时还必须扛着脚踏车行走 当地民众遭遇的苦难 但全球人都看到了 联合国3号表示到年底前 在加萨走廊与瑞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 将需要12亿美元 约新台币387亿的资金 呼吁国际援助帮助巴勒斯坦人度过危机 华氏新闻王子晶何佑菲报导 哈喽我是张新闻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氏新闻YouTube频道